下面我们要做的是莲蓬香囊 首先我们要用到的是一块细长的布料 我们来做绳子 首先将布料的两边的毛边包裹在里面 然后卷起来 尽量的细一点 这样缝出来才有绳子的感觉 绳子缝好之后呢 我们要开始处理莲蓬了 首先找出这片圆圆的布料 从布料的下放入针 然后将针压在线的上面卷三圈 一定要拉紧哦 用手摁着点 然后把针插到布料的下方去 顿紧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出来了一个小疙瘩 缠的圈数越多 这个小疙瘩就越大 一个做好之后我们开始做第二个 这时候我们慢动作重放 首先将你的针压在线的上面 然后围着针转三圈 一圈 两圈 三圈 顿紧它 好 穿过布料把针插到下方去 顿紧 接下来我们就在这片圆形的布上 均匀的缝一些这样白色的小疙瘩 非常抱歉 我忘记把白色的线放在你的针线包里了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用白色缝被子的线 或者是普通的白线多合几股来缝制 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找出这个宽一些的长条布料 我们要将这两块布料的正面冲理 然后呢对齐圆形跟长条形的这个布料 从边上开始给它缝到一起来 记得你全程都要找齐这两条边哦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步骤啊可能对很多的新手来说是有一些难度的 不过不要着急慢慢来就可以了 好了一圈下来马上就要到街头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怎么处理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这个长条布料的侧边了 然后如果这个布料多的话 你可以用剪子稍微修剪一下 然后像我这样用平针缝 把侧面的两条边然后给它缝合在一起 嗯都缝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我们发觉 哎它有点像一个小水桶 接下来的工作呢就是继续要整理 整理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的边使劲往外凳 然后用你的指甲使劲的把这个边捏出来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缝制 首先呢针要从里面入进去 我们把头啊接头留在里面 然后针出来的时候 你要捏着这个布的两边 然后我们做一个平针缝 这个作用呢主要是为了让它 把这个造型呢能够更凸显出来 这里呢大家必须要注意 我们要尽量的用指甲使劲的捏这个边 给它捏平了之后 然后用针直接穿过去 嗯这样的话呢让它看起来更平整一些 这里我们需要用平针的方法 把这一圈啊都缝过来 缝好之后呢就是这个样子了 怎么样还不错吧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找出这一块 小的这个长方形的布料了 这个长方形的布料 我们只需要缝和一个长边 没有什么技术难度 就是平针缝 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缝好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了 翻过来之后呢还是老规矩 要整理它一下 把它这些缝的印尽量的打开延展开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其中的一个边 窝进里面去 然后我们要捏住这个布料的中心点 然后用针线把它结合起来 接下来呢我们要捏着另外的两条边的中心点 把另外两条边的中心也缝在一起 线都缝紧了之后呢就出现了画面上这样的一个小时差的一个端点 到这里我要告诉你我们已经完成了70%的工作了 接下来呢就是缝和跟填充的工作了 首先我们把三样东西都找出来 我们要先在脸碰里啊填充一些棉花 然后要将棉花呢压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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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说恩变 压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往里面填充中药了 中药呢尽量裹在棉花的里面 然后让布料呢直接接触到的是棉花 这样的话布料上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这些重要的痕迹 接下来你需要围着这个布料的一边 大概距离边一厘米的地方缝一圈 你需要一边缝一边抽紧了绳子 这样呢就出现了这些自然的褶皱 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边的毛边塞到这个小孔里面去 然后这个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你要不停的去整理整理整理 把绳子拉紧 但是小心绳子千万不要断咯 这个步骤是有一些难度的哦 即使是我做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一步 所以不要灰心一点一点来 你也可以借助一些小工具 最后呢我们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像一个包子一样 然后把这条绳子直接塞到包子的那个孔里面 这个时候你需要用针线 然后结合包子跟绳子 因为我们今天用到的布料啊 是崇明的老土木它本身会比较硬比较厚 但是呢优点是比较挺阔 所以呢你在缝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难度 这里建议大家可以用到顶针 好了基本上缝合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小脸蓬了 到这里胜利已经在向你招手咯 我们取出刚刚的这个小的装饰品 把棉花呀进行直接的填充 里面不用放重要了 接下来呢就是围着它的边继续缝一圈 然后确定一下大小 觉得如果不想要太大的可以剪掉一些布料 缝完这一圈边之后呢 我们继续把这个毛的边往里面翻 然后拉扯你的绳子 让它收紧收紧收紧 又成了一个包子口的形状 然后就可以把绳子的另一端放进去了 用一些小工具把它塞紧 然后把这个线绳使劲的拉扯拉扯 让它把口这个收紧 最后呢需要用针线继续缝合这个包子口 跟中间的这根绳子给它缝结实了啊 恭喜你啦 这个脸蓬的小香囊我们就做好了